中央民国113年6月6号星期四 六六大顺 我们刚才听的是邓丽君的 恰似你的温柔 我们人来封毕业典礼 终于来到了大神篇 易经篇 我们的王思逊王大师 谢谢 那么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也不能不听的 王大师呢 今天才认识他的人也是有福了 对 我们今天是大师 要讲一个关键的两个卦 先自我介绍老师 我是王思逊 我是王思逊 我们上这个节目已经六年了 哇 普度了多少人啊 让人少走了好多冤枉路呢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是 好像毕业典礼不是都要有一番毕业证言 对对 有时候就是我们学校的荣誉董事 或者说最重要的校友 或者社会知名人士 要来致 致辞一下 就说让他们学贷全免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就是让所有丰友房贷全免 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绝对是价值 绝对是五十万以上 哇 而且今天六六大顺 对六六大顺 对六六大顺 老师今天的价值 老师呀 本来那个要在六年后讲的经验提前讲了 所以我们相处六年老感 是就是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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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这个缘分有多深 真的眼看着我就是超过一直从六十六公斤一直往上升这样 不是六六大发 你知道有什么样的学问会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 然后他越来越好 什么样的学问吗 对是 答案就是一经 答案就是一经 你学别的年纪大以后你可能会忘记 你可能会用起来不太顺 可是一经不一样 越来越能体会 对反而越来越深入 越来讲的越来越好 很好使就对 听的人也越来越有收获 而且我们风有毕竟也老 不已经成长了六年 而且我们已经讲过第二轮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老师说这堂是价值 一堂价值五十万台币 五十万美金还台币的课 我们老师今天要讲的是 好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接call in 所以我们今天讲两个挂 没接call in这一点 是 真的是 遗憾吗 不是 真的是十全十美 因为我们有时候挂有未尽 所以就常常没有办法那么的完整 所以就想到说要服务风友们 还是心急 但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把这个五十万的课 对不对 是 讲个透彻一点 对 然后因为要配合毕业典礼 所以我选了两个挂 都是跟离开成长有关的 离开不成长就不行 是 这两个挂 一个是这个葵挂 葵就是众木葵葵 那个葵 一个木字边 然后一个这个葵花的 像日葵没有草字头 这个也念葵 这个葵挂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说我们 就是我们两个产生距离要分 要分开不是 他不是空间上的分开 而是在精神上 在内心里面 其实已经 告别了 已经可以那么说 他已经告别了 那为什么要告别 显然他有一个新的道路要走 所以就告别 那另外一个挂也是告别 可是他不是内心的那个告别 他比较强调的是空间上的告别 距离 距离上的告别 这个挂就叫幻挂 有距离了 这个幻就是那个精神幻发 我们精神幻发那个幻是火字边 但是这个幻挂是水字边 幻散 也是 那水字边跟火字边 其实都有向外发散的意思 所以我们才会说幻散 不集中叫幻散 但是那个因为内在很充足 向外幻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叫精神幻发 精神幻发是内在很充足 所以向外散出去 可是这个水字边的这个幻 其实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 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 重新开始 六年来一直都在幻散的 不是 你不是幻散 我给你总结了三点 好像注意力不起重 我给你总结三点 三个幻 刚好 幻幻幻 你是幻幻之交 第一个呢 是提手旁的幻 改头幻面 改头幻面 肥了吗 不是 改头幻面重新开始 这个改变的一个幻 那这是我们内心有新的方向 有新的道路 改头幻面 所以要改头幻面 不是作恶多端 没有作恶多端 只有改过 只有改头幻面 不是改过向善的幻 是 改头幻面 改头幻面 这是第一个幻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 精神幻发 幻然一新 幻然一新 因为你内心找到新的道路了 你人生有新的规划了 所以你外在精气神 幻然一新 真的 精神幻发 第三个幻面 今天这个幻就是我们要踏上旅程 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重新炸根 重新盖房子 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天地出来 其实我是比较想说 不是说幻什么 我是想说幻一个伴侣 这样才能精神幻发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别来讲这个幻卦跟魁卦 那我们先讲魁卦 这个魁就是我们这个内心 不是说外表不能相处 外表还可以继续相处 可是在我们内心比较深的地方 比较那种精神内在互相沟通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已经分手了 很深的地方已经分手 但表面还好像还在一起 但是在内在很深的地方已经分手了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魁卦 是一个分水岭楼 这个魁卦要走得好的话 我们好好分手 有新的路要走 我们可以影响这个新的全新的明天 你要是这个魁卦没有走好 这个牵 这叫什么牵肠挂肚 然后你这个搞到后来 这个也没有力量了 要走也没有力量 那也没有这个多余的能量 再去应付新的天地新的环境 这个就走不好 就是不干脆 就是不干脆 可是魁卦就是有一个很强的业力 你就是想走呢 但是走不了 好像很多很多负担 或者很多你的责任放不下 放不下的东西 放不下 你想想这个魁卦的前一个卦叫家人卦 刚好颠倒 魁卦好像要分手 家人卦是大家在一起很快乐 因为曾经在一起很快乐 所以现在要分手很困难 婚姻也是这样子吗 对 那你刚刚 没有我换发了 我换蓝一星了 对老师 待会儿回来葵挂 好 人来风 毕业典礼 大师 益金片 终于来了 我们今天的五十万的这堂课 我们人来风六年来 教导我们无数 让我们不要走错路 走显途 让我们拉回我们内心 真正看 检视自己的大师 王思迅老师 好 我们刚才讲了 魁卦 放不下 我说魁卦 比如说你刚刚就会讲 那有什么好放不下 天上光 这不是手一挥人就走了吗 张盖一下 对 不能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 老师有说没办法 是真的到最后才劝分 人家一开始都要先劝和的 有吗 老师有说 我记得有几次老师也没有劝和 但是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劝分 我们那个留第二首或第三首 还是这样子 第三卦再说 因为你要知道他的 就是他有业力 什么样业力呢 因为魁卦的前一卦是家人 放不下 家人卦就是大家曾经有一个美好的过去 因为有美好的过去 所以就那个牵肠卦度 那个放不下是难免的 这个是难免的 可是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 就我们人生会面对很多这个魁的情况 你不要一直讲那个婚姻啊 那个比较悲伤 比如说换工作 有时候都是一个魁卦 婚姻不悲伤啊 不是你要分就有点悲伤吗 没有吧 看好多人分都开败了 很开心 工作 比如说工作 有些持不了哦 是 比如说 对还真的持不了 你真的这个公司也曾经把你栽培起来 很多事情你不懂 进来这边累积了很多经验 可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发展 你又要跳槽 对那又有一个更大的公司 更有人来挖你 那你当然是为了未来着想 可是过去的老板又对你有恩德 人家过去也没有亏待你 对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走魁卦 哇 这时候就是走魁卦 所以人生遇到魁卦 你要有方法面对 不要在那个时候 哦 这边拉扯 东边跟你一个力量 西边一个力量 你变成中间的那个 拔河中间的绳子 哇 那他怎么样做出正确的抉择呢 对 是 这个就是最大的关键 对啊 因为左也有 左一右二 都有人拉扯的话 他怎么做 我给几个建议 50万来 对 这是做最重要的 关键 50万的精华在这 是 你有没有明确的道路跟方向 有没有明确的道路 方向 目标 如果有 这边就自然放得下 如果没有 这边会放不下 因为你就会 你如果有很清楚 很明确的 这个未来要走的方向 道路跟目标 对 那这边就是时间的问题 没错 然后我们说三个月 有三个月缓冲 或者最多最多 有半年的缓冲 你知道任何新工作的老板 他如果是把你挖过去 他也能够体谅你过去 在劳动家那边的状况 对 像我们有一个学员 就是这个情况 他就来问我 就是说 主要老师学员 对 最富极贵 没有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 我看过你们在那个 东京美术馆 那个造的合照 是 就是差不多也是 造元俱乐部的 非富极贵 然后非帅极美 高布斯还跟白富美都在那 所以他学员要跳槽 对 要跳槽 然后这个 其实老东家对他很好 这个 情难舍 因为他住 那个他的住家 跟公司距离比较远 什么他的上班 很多都规定都放宽 对他 比如说你可以晚一点 跟他上班什么的 因为他是个人才 对是个人才 所以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要走就走不了 他就来问我 就问他说 那你到新的工作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好像要丢一挂 对他说有 他真的是 他有一个他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在原来这个公司没办法做 是 在新的公司可以做 那我就说 如果你有明确的方向 你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 跟目标 那其实就是薪水的问题 对 那只是钱 对 只是钱 那 那很重要 那你要走 老东家可能又留你 所以你这样你就更难 可是你只要有新的目标 方向 你有新的路 其实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老师 所以老师 就简单了 我就问他 他说有 他有 他不是因为加不加薪的问题 对 就是当然那个也有问题 但是 那个这个 那是第二个问题 其次的 主要问题还是他有 他想要 他的规划 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这样出来的话 那很清楚 就是老东家这边 要还他恩情 我们就有个过渡时期 他突然走了 老东家这边 很多事情 他也找不到替手 他要有毕业典礼 是 所以他也跟 他就跟新老板谈 对 那我就问他 新老板刚开始 是怎么挖你的 那我感觉新老板 对他很器重 那这个就可谈 他是被挖角的 是 如果新老板对他 我有三个选择 你只是三个选项之一 人家也不一定要配合你 但因为 因为新老板对他是很器重 所以这个稍微条件 可以谈一下 就我就说一般 一般社会行情 你大概 原来老东家这边 你突然离开有困难 大概三个月的缓冲起 对 新东家可以接受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给人家 这个三个月 他比较能够 你要交接的 对不对 其实有差不多够时间 让他去找一下 所以他去一谈 新东家同意 三个月 你这三月之内 你可以其中有一天 到老东家那边去 就可以了 对 你可以去处理一些 比如说 你有一些工作 还 对方还需要有人来接班等等 然后有三个月的时间 每个礼拜一天 老师那他到新东家以后 又有那个焕燃一新吗 薪水 焕燃一新 不是啊 也没有多很多 但是有多一点 心情很好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距离他家比较近 他每天可以因为上班 节省两个小时 他就是要把这两个小时 用在别的 别的计划上 应该就是要来 学艺经吧 他已经是 我们艺经班 毕业的学员 那这个就是 结果三个月 三个月结束以后 老东家又提出个要求 可不可以再加三个月 不行啊 左三年又三年 风风补补又三年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 虽掛 因为这个时候就 对这个第一个 还三个月还好解决 可是可不可以再三个月 对 这个时候就是虽掛 因为你再三个月 对新东家你也说不过去了 可是我这样就没有办法 对黄仁勋交代 对 也没办法对张忠勋交代 所以也不能对那个 季辛格交代 所以老师那这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说这里面 你要这个全局 就只有一个答案 新东家同意的话 可以在三个月 但是就是这是最后的 新东家不同意 你也这个 你也要拒绝 没错 这个就是最后 最后的 你走到这一步 你不能再用自己的角度了 这个时候你要用 新东家这边的角度 他如果觉得为难 那你就这个 老东家这边 哪怕他对你再好 这个也要放下 但如果新东家觉得 过去这样每个礼拜一天 如果还要继续 那可不可以两个礼拜一天 不要每个礼拜一天 答案等一下揭晓 哇老师真的 丁丁是个人才 所以大家抢着要的 这边不放人 那边要 要加 那边要人 这边又不放 就回答了 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大家注意 他的那个 就是决定一件事情的 那个核心关键 其实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在改变 第一个阶段 当然就是 老东家对你有恩情 这个要还 这个以这个为核心 我们去跟新东家商量一下 这个是可以 可是三个月已经 过渡期已经过了 老东家觉得还有一些东西 还是没有 他觉得没有交接好 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站在个人私情 这个时候 你就要以新东家 新东家可以接受 那么就也许 最后再延三个月 这已经是最后了 你不能继续再延下去 但是如果新东家不能接受 你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 你还是得放手 是 这个就是魁挂 你能不能再面对 这个左右为难的时候 你抓到决定这件事情的 核心关键所在 其实我觉得 以这个丁丁是个人才来讲 对不对 他一定是想再留三个月 也希望新东家可以量级 因为他就是 你讲的也许是不错 因为有双心嘛 对啊 是不是 不是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贪那个双心了 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你再贪双心 你就不要做人了 真的不要做人了 所以我觉得 老师他最后还是选择就是 别人怎么决定 不是他选择的 对 就是要问新东家 一切都以新东家的决定为主 新东家只要面露难色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你不能再 不能再过去 所以在葵挂这么重要 你看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 对不对 就是表示说 你如果心中的那个目标方向这么的明确 对 你就这个挂 走的会比较轻松 对就不会那么难决断 你如果目标方向未来的道路不明确 哦你这个会拉来拉 就是很拉扯 拖啦 拉来拉 你内心都 就是那 内在正能量都消耗殆尽 对 我跟你讲 人生很难的 老师 很多时候都是欲走还流 这也是 是不是 这也是 真的 尤其 要 我们 我们毕业典礼 说句正话 就是 就是 你看我们上节目都上了六年多了 这部也跟结婚的情况差不多吗 可是你就没有表态啊 没有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老师 其实很多人对易经是很深疏的 甚至觉得易经就是算命 都是觉得说算命 然后呢把易经当成 补瓜当成是抽签补签以外 可是在老师来了以后 大家知道易经其实是一个 让你终身学习的一个学问 也不要讲 他其实是很生活化的 对 他其实是个修行 不是说八百年前 不过我讲修行 我讲修行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 没有 没有宗教的意义 就他易经真的可以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好 在我们面对左右为难的时候 他给我们一个方向 让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个左右为难的状况 好耶 人生那么多左右为难 可是易经是让生命变更好 那当然 没有让身材变更好 身材变更好 也有啦 也有啦 你要六十四卦融会贯通 一卦 一卦你就少吃一点 OK 老师那在葵卦到这边吗 葵卦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葵卦他有一个很深的缘分 你走不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深的缘分 就面对这个很深的缘分的时候 我还得再跟大家再讲一件事情 一定要 好 五十万在这里 刚刚已经讲了二十万了 OK 就是啊 我们永远不要用可怜或同情的角度去看对方 我们不是要用同理心吗 我跟你讲这非常重要 这个这个你这个反应啊 让这个五十万变成一百万了 因为大部分人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你这个反应 这样我就发觉他更更有加剧 对对大家就 所以我们错了 千万不要用可怜或者同情的角度 因为你走不了 有时候就会体谅对方 他那个很难很为难 或者你都是站在对方角度去想 某种情况你就是用可怜跟同情的角度 去看待对方 是 所以走不了 对对你来说走不了 我现在反过来说 对方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对你感恩戴德 对你非常感激你这个可怜跟同情 我现在反过来问 不会吧 就是不会 那你在可怜什么 你在同情什么 哇 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件事情 对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啊我还是 大家都那么需要我 对不对 我还是不要走了 对结果就 你因为心生这个连同情嘛 油然而生嘛 是是 所以你就没走 是这个很多 这个就不单单是魁挂 很多情况 反而因为我们的可怜跟同情把这个事情给搞坏了 哎呦 真的是搞坏了 搞坏了 因为对方也不会 我就在打开天窗说亮话 直到今天才说亮话 我们常常说亮话 但今天是 很亮 非常亮 非常亮 spotlight 今天spotlight的亮方 重点来了 就是全天下没有一个人希望被可怜被同情 哇 金句啊 你得明白这件事情 50万了 没有人希望被自己被可怜被同情 因为你被可怜被同情 你成为那个被可怜被同情的那个对象 就代表你没有价值嘛 是吗 那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希望自己没有价值呢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价值啊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肯定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优点 自己的好处被发现 结果我今天居然被可怜 居然被同情 那不是就我没有价值了吗 我的价值在哪里呢 哎这句话是我今天才懂 哎也还不太懂了 就是说原来被人家可怜或同情不见得是 只有一种情况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紧急事态 那是突发 是突发紧急事态 别人的这种基于同情赶快来帮你忙 这个我们会感激 可是日常状态没有人会感激别人的可怜跟同情 哇这句话今天老师 这可是真的 我觉得你 你真的 肺腑之音啊 这可是肺腑之言 是啊 而且要让很多 这六年来我都没有敢对你说这句话 我就觉得你隐藏的很好哦 藏的太深了 藏的太深了老师 就是很多时候对不对 不管是这个百搭耶 他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情况下 包括男女之间感情分不掉 对不对哦 还有包括就是说 朋友之间有时候也用得上 然后公司工作上滥用什么很多重心 因为有时候你 其实我们猜不透别人想什么 对 你永远猜不透 只有老师猜得透 我有讲这句了 我也猜不透 要必须 你给我两个数字以后 我猜猜得透 要给两组数字 然后所以说 反而你永远不要觉得 你同情或可怜别人 别人会感激你 对我跟你讲 同情跟可怜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那我们就是要用什么呢 是 对啦 再加五十万 再加五 没钱了 不行 要再加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了 那要用什么 要用什么 要用给对方力量的方法 同情 同情跟可怜不会给对方力量 你要用一种 可以让对方把那个力量提起来的方法 运气 然后让对方用这个提起来的力量 自己去改善他自己 这有点像灌顶 是 你不要拘这个弓 你不要说 他这个变好 当初还是我怎样 你千万不要举这个 不找痕迹 因为你只是给他力量 那真正去完成这些事情 还是他自己 所以最后成功 那是他的功劳 我们也要跟他祷合 说你当时真的了不起 你要是没有那个破釜成 没有付出那么努力 你今天也不会有今天 这么一说 对方就觉得他的价值感就起来了 老师这个也有点悬 比方说你说这个力量 对不对 还要不找痕迹 那当然 那怎么显示呢 要传过水无痕 那就有点像气功 你怎么样让人家觉得说 你有给他力量 而他还是自己去执行的 是啊 比如说一个人需要你帮忙 你一直在紧急的那个范围之内帮他 比如说我刚才这个同学这个遭遇来讲 你如果第二次他还 就是对老同家再提出第二次的要求 可不可以再延长三个月 再提出这个要求 你又在那边觉得 哎呀老同家真的也很困难 这个像我这种好手啊 真的是不容易马上找到替补的人 哎呀我要是这么一走啊 老同家每个月可能要赔个一百万 或是可能就少赚一百万两百万 你这东想西想都是你脑子里面的小剧场啊 你在那边可怜 就是说哎 就是同情公司的为难 同情公司这个可能造成的损失 我跟你讲 那个公司不会不会接受这个同情 对 就是大家谈清楚我怎么做 可以帮助公司 然后把那个生产力顶上来 不要因为我走了那个生产力掉下去 就要以这个为目标 这个就是给他力量 就是我们讲好 你你是不是我今天要走 我可以再开几门课啊 你们公司有些啊 有潜力的啊 的这个成员 我可以义务帮大家上课 像这个就是给对方力量 对 那学对方学多少 然后就学了以后 怎么样再回馈贡献给公司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结果 你不要用你一个人那个同情同情的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没有用 要给对方力量 这真的要再加50万 对 我们人来封毕业典礼来到了今天的《易经之夜》大师 大师要给我们的毕业神志什么样的礼物呢 刚刚已经有三个50万了 对不对 已经有三个50万 最重要的一节课 我现在就讲这个 葵瓜刚刚特别强调 不要用可怜跟同情的角度去 去帮助别人 因为绝对会结厄缘 不但帮不了还会结厄缘 我现在就举个例子 《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 就是最标准的 渣男 他看的 他谁都好 对 天下最纯情的渣男 对对 可是反过来讲 他可以发现每个人的优点 对 但他没有真的 就是给对方力量 让对方去改变他自己 对 这变成所有人都想依靠他 都想依靠他 他们对方没有提起力量 所以你这个同情 你这个 你这个 可怜 你其实是害了对方 对 而且好像最后每个人都怨恨 对 其实害了 你没有让对方 得到力量 然后来改变他们自己 你反而让对方觉得 你是他的一个机会 让对方靠过来 结果你也没给别人 你也没有给别人什么机会 那我 老师你如果是贾宝玉 是 我是王熙凤 你是王熙凤 我不难说我是林台 大家就吐了 在这一集 就是用餐时刻 你会 或者我是 妙玉好了 妙玉不行 就是我是 我是王熙凤 妙玉是出家人 薛宝差 我是薛宝差 对不对 因为王熙凤是长辈 是嫂嫂 我是薛宝差 你要怎么给我力量呢 你怎么 你怎么表现呢 薛宝差 已经很有力量了 是 他不缺力 薛宝差 王熙凤 这些人都不缺力 他缺的是舞台 所以其实你就给他舞台就好了 就是说你管前台 我管后宫 对 贾宝玉还是在后宫 其实他如果 其实我们给 给舞台 就是给对方 一个发展 发展的机会 就是给他们力量 你只是这种 好像暧昧 我们这视频用暧昧 你在那边搞暧昧 让人家觉得 这其实是没有力量 暧昧也是没有力量 但你有舞台是有力量 那他们一人一个小舞台 就是他有好多个 那你有舞台 他就有 他就有 可以展现他的 他就不会把所有注意力 放在你身上 他就给去展现他自己 还是要给他一些作业 给他们一些作业写一下 所以你看不也很多大老板 如果有这个 小三 哎呀对我话都不好说 但是你说比较合适 你说今天要打开天窗 说亮话 那你就他们就会 就是另外弄个公司 给那个小三 其实就是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 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 对对 这反而就是说 你不要一直黏着我 对 你就去用一下Excel算一下 你今年可以赚多少钱 比较好一点吧 对不对 是 是 哦懂了 对 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因为刚刚讲贾宝玉 我觉得那个是清朝的故事了 有点不太懂 但是你一讲大老板 对不对 对对 这要加五十万了 是 因为现在大老板 正在司机开着车 听我们节目 他一直困扰着 不该 不该如何处理 你知道 马上明白了 给他舞台 给他舞台 对 那舞台不是说要20尺宽 40尺深 不是这样 是说你就是给他一个 他可以把精力 才华 注意力 转到那边的地方 对 他可以在那边创造 他自己的东西 对对 是 小三也是有价值的 但当然 每个人都有价值 小四小五小六 以此类推 那你财力要够了 OK 好 那接着呢 老师还要跟我们聊 这个我们大概 回挂这几个重点 最后一个 就是说 回挂他面对的一个困境 就是孤单 因为你要离开这个 离开原有的环境 离开原有的 跟你相处的对象 你自己要走上 你的人生新的道路 其实有一个 有一段孤单的过程 对 这个孤单的过程 有时候也会让我们 那第一步 跨不出去 哦 有道理 是 对 所以 有害怕 对 会害怕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孤单 所以这个叫 魁孤 我们在意境里面 就讲这叫魁孤 这种孤单感是 每一个人在 转换这个 人生跑道的时候 都会出现 到多长呢 时间呢 最慢 最慢也要三个月 最慢 那很快啊 对不起 我说最快要三个月 我想说 最慢三个月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点太 最快也要三个月 但通常都是半年到一年 孤独者就是会有 通常都会半年到一年 那就是说 就像我希望大家知道 就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你不要害怕 就是反正这段时间熬过去就好了 不要害怕 所以这个必经之路 对 那你不要因为 有那个孤单怎么办才好 就是很多人 就应该分 但是又没有分成 到后来就是这个孤单 这个事情 让他这一步跨不出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 回挂还要有一些勇气 这个就其实是勇气 对啊 要有勇气 这个地方是勇气 但反过来讲 就是说你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第一点 你的 新的目标方向跟道路 如果越清楚的话 你这个勇气就会越具体 但你如果新的道路方向 如果其实是虚的 你只是给自己画一个大病 你心里知道那是大病 其实这个 这一步你是会比较跨不出去 哦老师 你刚才有讲到关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人自己心里有一个蓝图 是自己想象的 对 其实不见得 其实 当你做这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有时候要看清楚 事实跟虚幻之间 那是不一样的 对 不要走了孤独的路三年 还在孤独 因为有时候你看得很清楚的话 那个孤独感就不会那么重 对 是 好我们人来封毕业典礼 今天不是毕业生智大师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来宾 也就是我们毕业典礼 最重要的贵宾 王思逊老师 今天开挂了 OK 我们今天的就是 开挂 250万了 那大家很多风有说 老师我们以后要在哪里 听你的尊尊教诲了 我们还想call in进来 或者说我们还想跟你聊天 上课 那老师你的那个 得给我们不孤独的路啊 这个你如果想听我一些 其实我们有朋友 就是有会有学员 他们会把我上课的内容 会做一些短片 那也会在YouTube上 所以你可以在YouTube查 我的名字 王思逊 你可能就会跑出 很多几十个短片吧 不行啊 老师你打王思逊 就会跳出人来疯 所以麻烦您讲的 乐意讲堂 对你也可以 就是要这样子 你在网路上 你也可以打乐意讲堂 四个字 乐意讲堂 就快乐了 然后易经的意 乐意讲堂 那你也可以 从乐意讲堂 你可以连到我们的脸书 那脸书我们都会有 新的活动讯息 都会在上面公布 然后老师 三鲍斯也会去高雄 寻填一下 对对对 那今天的老师也在 思思 我不是思思 我们的 滋滋 我看什么叫 太喜欢思思的 滋滋老师是 滋滋可能我们年底 还会再开一次课 那老师那个 自己的脸书 也是乐意讲堂 对就是乐意讲堂 那最近有什么新的活动吗 我六月十五号 在高雄会有个免费演讲 题目叫做 找到我们人生的第一挂 这个一定会有人去 找到我们人生的第一挂 人生的第一挂 这个一定要记得 你们今天听了就两百五十万 一定要带着两百五十万的价值 OK过去 就是六月十五号 对不对 六月十五 在高雄 左营 虫石里的民众 活动中心 对 然后就里长 感谢里长 然后找到人生的 对 那是礼拜六 我们是下午两点 礼拜六下午两点 就高雄 左营 虫石里的民众活动中心 已经端午节过后 吃完霸掌就过去了 过完廉价 下午 下午两点 找到人生的第一挂 OK好 那老师我们接着还要再讲一个 就稍微再讲一下这个 我讲那个换挂 就换挂是 交换的换 但是不是提手旁 是三点水的换 但我认为 因为我对每一个挂 我都 如果比较熟的朋友 我就会从精神面去讲这个挂 如果是比较不熟的朋友 我就从吉兄这个面去讲这个挂 那我们都相处这么久了 对不对 我们当然要从精神面去讲这个挂 如果是从外在来讲这个挂 从吉兄来讲这个挂 那这个挂一般就是离开你现在的地方 赶快到新的地方去 对对 就他只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是精神上的好友 对我们是精神上的好友 我们一定要再提醒一下 在精神面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换挂 精神面这个换挂 其实你就应该从精神换发 把它变成火字边 再加上变成提手旁 改头换面那个换 就虽然你的 你可能职场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工作地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都符合换挂 但是你的内在改变了没有 你的这个 你这个整个人的能量状态改变了没有 对 你有没有规划好未来新的目标 新的道路 这个其实就是 他反而是内在面这个换挂 真正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特别强调 反而是交换 那个提手旁的换非常重要 要换新 你的新要换掉 你不能只是空间换 你的新也要换掉 你新换掉的话 到新的地方去 你才可能真的面对这个新的环境 对 所以说老师 其实这个挂来讲的话 他既是改变 对就是改变 他就是改变 但是不要只是把 觉得是 我只是换一个公司 我给你换一个公司 你内心要跟着改变 而且尤其是现在 大家换工作 或做一个职业 我觉得有个趋势 就是很多人都只听从自己的 对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 从自媒体开始 或者是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他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少人会觉得 像我们刚才讲的 魁过啊 左右为难什么 好多人现在的趋势都是 换 说换就换 说走就走 是 那个就是反正边打边看嘛 对啊 反而就是比较容易的断 对对 而不是像你常常讲的是说 你自己要非常清楚 你自己想要的点是什么 不过我们话说回来 就是如果年轻人 比较不容易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就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 那个方向目标 那个很清楚 其实我觉得都要一定人生历练之后 会才会越来越清楚 如果 我们人二十几 二十出头岁 三十出头岁 其实还是累积人生经验 还在到处做尝试 但是如果你二三十岁 听到我们这个两百五十万的一堂 那你会 你就是 你就不用等到老了 你少走很多 对 冤枉 对对 真的是 因为你说要等到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时候 对 难道你要等到老了以后 因为所有四五十岁的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每个人都遗憾说 我为什么不能早点知道 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值不值啊 尤其是老板大老板听到的我们的那一段经典 在家五十万 在家五十万 那这个这么这么 老师你这几年来上的感想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从我们的风友中 从我们的call in或者从什么 你觉得受到的帮助 对自己对风友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些心理化 你不是天窗缩量化 心底化呢 想要跟我们风友聊一下 就其实 两句话 两句话 我还想讲一个 或者要讲一下 这个不行 两句话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人生来这一趟 最重要就是要把自己变成我们喜欢的样子 已经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一点 真的 感谢王老师 感谢王思逊大师 请记得搜寻乐意讲堂 是 感谢王思逊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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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王思逊大师